姐妹们这两天天突然就变冷了 一定要记着勤加衣服啊 咱今天活点面 给家人烙一个薄如蝉蚁又劲道的鸡饼吃 斩个小菜 再熬点小米粥暖暖和和的 吃了胃里也舒服 面给来一点盐 增加一下筋性 用凉水和面就可以了 行了揉好了 放到楼面垫上 像搓衣服似的继续给它搓 把它筋性都搓出来 我搓了大概有五六分钟 面都凑得光滑了 这就行了 上面喷上一层油 再把油抹得均匀一点 放到保鲜袋里 先醒发一个小时 然后在盆里醒着吧 我去切个配菜去 收拾收拾 这土豆各大 切一个就够了 再切点葫芦菇丝 我去看看面形得怎么样了 面已经形得很光滑了 而且你看 一层成膜 而且不用一段 这就可以了 不用揉 直接分成小剂子就可以了 面上喷上一层油 加上松弛数五分钟就可以了 加上层保鲜膜 秋天风气高 要不然都碰了皮 碗里放上三层面粉 调一个油素 一比二的比例 放上熟油 调成这样的抽气度就行了 别太抽了 拿一个剂子 按平它 盖上一层 从中间往上擀 再往下拉 翻个面 继续擀 从中间往上擀到底 往下拉 也拉到底 擀得均匀就行了 看擀得多薄 都透顶了 上电饼厂里开始烙 电饼厂里不用放油 把饼放进去 抓紧盖上锅盖 十来秒就可以了 时间太长 底就硬了 趁热 分开它 好 你看 层薄如纸的 看下饼烙得多好 又薄又有筋性 还能凑出小兔子来呢 你看 好 往下一张啊 最后一张 捞了个小的 咱炒老菜 准备开饭 把土豆丝炒一下 把菜都卷到小饼里 咱薄如柴的精饼 这就做好了 李家果商自己喜欢吃 他配菜 特别下饭 走赶紧吃饭去 妈 简饼坐好了 坐好了 现在走 到他吃那个简饼里 饿了 还得到 饿了 妈 我早就饿了 是啊 来 先给奶奶吃一个 给你一个 来 快尝尝 谢谢妈妈 这冰淇淋漏啊 这么薄薄啊 又透明了呀 跟他小兔子似的 在那儿啃胡萝卜 哈哈 妈 我小饼里坐 早上给他们一热 夹着菜吃 嗯 可以吗 肯定愿吃啊 吃起来也方便 可以啊 发热好不好 好了 明天就能上车了 是啊 嗯 孟姨还 弟弟过 天孟姨亮 看他们喘着抱 好脑毛病 好过是 你这两天别上街里跑了啊 在家歇着点 等你好了妈 带你出去玩 行不行 一定 哈哈 妈糟 回回手